但是年底到了有高达92%的失业民众还是找不到工作 很多人转向来向加盟展找创业商机 我们就发现除了加盟精低的摊位之外 还开放了教学 不加盟摊位也意外的受到瞩目 一天5000块钱 你可以学到各式各样多达50种的饮料 香醇阿萨姆奶茶加上奶精 还有果糖和冰块 还得加上这一道重要程序 不仅教你倒闭台湾珍珠奶茶 还有现在最夯的绿盖茶 现泡绿茶上头淋上厚厚一层奶盖 而且打破基地模式 想喝什么口味的奶盖都OK 只要花5000块钱报名 50种饮料包你学到会 你开门出来的白骨子那种感觉 你要慢慢倒茶 有 你还在这样的感觉 从美国哪边来 美国佛罗里达州 从哪里得到这个讯息 就是在网络上搜索的 肯定错今年23岁的Lorraine和姐姐远 从美国飞回台湾取迹 就是因为加盟门槛太吸引人 不是一般就是像加盟都要百万起跳 或者甚至几十万起跳的 一般的年轻人现在景气又不好 没办法可以拿出那大笔的情 景气差今年加盟展就像这几天的天气一样 冷清清 民众上门看一看 但真的要下手少之又少 用教学的模式 那之后他可以考虑看他要不要再投入这个市场 记者脑筋动得快先收取小资本 让加盟主先试水温 再考虑是否要投资 在景气冷嗖嗖的同时 协助开创事业第二车 新闻的音频往加盟台北报道